安徽市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 除了需要防范淮河的殉情以外 安徽还要防范长江带来的殉情 受到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 长江一级滞留 安徽除河的水位在快速上涨 为了缓解防洪压力 今天凌晨的三点 爱荤恩的除州全郊县对除河大地实施了爆破分红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江凯 今天上午发挥的报道 我现在就是在全郊县的除河大堤上 今天凌晨这里一共有两处实施了爆破泄洪 在我身后就是其中的一个爆破点 现场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处大堤被炸开了一个100多米的缺口 现在除河水正沿着缺口 不断的涌向旁边的荒草二维 荒草三维两个蓄洪区 为了确保安全 昨天在爆破之前 当地也是进行了一个地毯式的巡查 最终的确认有7户9人 那么在昨天上午9点之前 所有的人员也都被安全的撤离了 首先我们来看到 这个蓄洪区被启用以后 应该讲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在昨天夜里实施爆破的时候 除河的水位是14.39米 而在现在这个水位是13.83米 到目前为止已经下降了有56公分 应该讲这样的一个蓄洪区的启用 极大的缓解了除河防汛的压力 但是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 从今天开始 未来几天内 当地还会有强降于天气 防汛的形势还是非常的严峻 现在当地也是安排人员 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巡递 一旦发现问题要第一时间上报 第一时间进行处置